一个女人乱不乱搞男女关系 从面向上就可以看出来 一个女人的生活作风怎么样 爱不爱合 海王渣男搞到一块去 像我专门研究人性的 一眼就能看出来 女人是有气味的 这种气味呢 不需要我和你近距离的接触 而是透过屏幕就可以闻到 一个女人只要被一个男人睡过 她的灵魂就会被收割 张爱玲也说过 通往女人灵魂的通道是阴道 这就是我说 不要乱搞男女关系的原因 女人千万不要把自己活成油腻的大肥肉 更加不要把自己活得特别脏 特别烂 只要你或者你的男人乱搞男女关系 您的气质必定会透露出脏的感觉 放心您不可能有贵气的 有些蠢货 听到女人可以多谈几次恋爱 跟男人一谈恋爱就要上床 这些都是活脱脱的韭菜 会被扎得越来越蠢 蠢呢是没有办法拯救的 认知太低 听话只听音从来不过脑 你乱睡 你只会不断的吸引海王渣男 这就是恶性循环呢 换句话说 你身上有异味 大概率也就是 你们两口子当中呢 有一方生活不减点 所以成年人最大的治愈 不是学习 不是健身 而是不乱睡 我们下证了 朋友们就会认不刺